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在这个看似严肃的学术圈里 突然刮起了一阵薄风 让所有学术界的老学旧们纷纷放下手中的试管和显为敬 开始关注起一个名叫王一博的年轻小伙 没错 王一博就这么出奇不意的出圈了 惊喜吗 意外吗 他竟然也闯进了学术圈 而且还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近日 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讲授学术论文的一般结构时 竟然选择了王一博作为案例 这位教授在PPT中不仅详细介绍了王一博的演艺生涯 更是夸赞他能依靠长相吃饭 却偏偏要靠才华 看见没 人家夸王一博 不依赖颜值 而是凭借才华 这不禁让人感叹 学术圈终究也让博博闯进去了 而且还是以一种颇为搞笑的方式 这位教授的PPT中 王一博的形象被巧妙地融入了学术论文的结构中 从引言到结论 每一个部分都与王一博的个人经历和成就紧密相连 比如 在引言部分 教授讲述了王一博如何从一个普通的舞者 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 而在方法部分 则介绍了王一博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 当然 搞笑的部分莫过于在结果和讨论环节 教授以王一博在不同作品中的表现为例 分析了他如何通过不同的角色塑造 展现出自己的多面性 而在结论部分 教授更是幽默地指出 王一博 一个可以凭借长相吃饭 却偏偏依赖才华的人 有的学生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堂课的内容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有人说 这是学术与娱乐的结合 也有人戏称 王一博可能很快就要成为学术界的新宠儿了 然而 这并不是王一博头一次与学术圈产生交集 在此之前 他就已经参与了太多课堂教学范本了 出现在各大PPT中的常课 有太多以他为例的学术课程 让人们看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从龙图表情包这种小众赛道 到学术圈这种专业赛道 王一博居然都轻易地闯了进来 由此可见 大家对王一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是不是感觉很特别 跨圈中 王一博无疑是成功的 金融圈里 他成了引发商战的存在 更是商业价值一起绝成的存在 教育圈中 他成了课堂上的范本 更别说体育圈跟娱乐圈 来回笨打 貌似各个圈层中 都有他的身影 他身上有种奇特的属性 招人喜欢 还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跨圈魅力 各个圈都跟他有着关系 又貌似没有关系 梦幻联动在一起后 又没有违和感 好神奇的王一博 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跨不完 根本跨不完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